利亚德消息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企业家大会 即第八届投资研讨会 昨天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举行 据路透社报道 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都勒·本萨勒曼 在会议上表示 沙特希望与中国合作 而非竞争 谈到西方对沙中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猜疑 他表示 自己不会理会这些说法 据了解 这次会议有来自23个国家的 3000多名商界和政府代表与会 会议主题确立为中阿携手 共创繁荣 路透社报道说 在中沙两国政治关系升温之际 利亚德和北京在安全和敏感技术领域的合作 也有所加深 引发美国的担忧 会议上被问到西方对中沙双边关系的批评时 萨勒曼表示 我不会去理会这些说法 因为作为一名商人 哪里有商机 那就去哪里 北京消息 洪多拉斯三月与中国建交后 总统卡斯楚首次访问中国 并在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当天 红国的南美白对下获准输入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时说 卡斯楚履行和中国建交的竞选承诺 做出历史性决断 展现出坚定政治意志 并收卡斯楚的丈夫 红国前总统塞拉亚为此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史将铭记他们为中红关系做出的贡献 习近平说 中方将坚定不移 发展中红友好关系 坚定支持红杜拉斯经济社会发展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此前中国海关总署已批准红杜拉斯酒家养殖水产品企业在中国注册 可开展南美白对下贸易 华盛顿消息 据报道 前总统川普上周六表示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导致美国自身弹药库存耗尽 报道说 川普当天在乔治亚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现在我们没有了任何弹药 乌克兰有弹药 几乎所有弹药都有 川普还表示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美国有很多弹药 但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弹药来保护自己 报道指出 川普还承诺 如果明年再次当选总统 他将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 实现俄乌和平 他补充说 自己是唯一能做出这一承诺的候选人 并再次声称他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马尼拉消息 昨天深夜 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马戎火山喷出熔岩 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 据报道 自上周火山活动增加以来 已有超过12600人被强制撤离火山口方圆6公里的地区 菲律宾火山学和地震学研究所所长巴科尔警告说 马戎火山自11日晚间开始喷出熔岩 一旦喷发变得猛烈 周边的高风险区可能扩大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身处危险区内的居民应准备撤离至紧急避难所 据介绍 菲律宾境内共有24座火火山 马戎火山高2463米 横化隔巴士镇 拥有全球最完美圆锥体 它在过去400年间喷发过至少51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814年 估计造成2200多人遇难 最近一次猛烈喷发在2018年 导致数碗居民逃离家园